HELLO 大家好 聖誕假期回來 見到港股玩過山車 見到最多是升超過260點 之後又要跌超過200點 見到高低波幅也有近400點 看看今天恆子的走勢 恆子今早高開167點 之後一度升過269點 從上10天和50天線 但近26000關口有阻力 其後在25700至25800點水平徘徊 五口跟著A股倒跌 最多跌204點 低見25446點 不過價期氣氛仍然濃厚 全日的成交都很安靜 只有561億 恆子收市跌172點 收報25478點 而國指要跌71點 收報9991點 今天我們找到嘉賓李偉傑 Jason和我們一起聊聊 Jason 你好 你好 見到港股上午都撐得住 下午受到中美科技戰疑似升級 加上中石化有些事的拖累之下 見到恆子又要倒插 你看港股是否很難撐上去 的確港股 我想今天高開完之後 大家都恐慌美股方面的震盪 未曾完結 因為其實可以叫今天叫塗過一劫 因為其實在叫徐席當日 其實你看到美股方面大跌600 昨天就升了1000的 其實你看到這麼大的波動 其實投資者都不是這麼願意入市 或者大家的意欲都是信仰之低 你看到成交量都是只有500多億 大家都觀望著 因為美股1000點的一個升幅 其實不多不少今天都有機會一個回吐 所以我想現時大家都是觀望為主 但是始終港股 今天都是落到接近254000附近 其實這些位置我覺得會繼續掙扎 除非美股方面就再次出現了一個大波動 但是既然是臨近這個叫今年年結 這樣的情況下我覺得那個波動 那個成交會繼續低 但是波動的位置會進一步擴大 因為既然美股這麼大的波動 其實港股有機會跟隨著 一些叫列口高開或低開的情況 那254000我覺得這位置會的肉會做了這個掙扎的 那如果你說美股能夠是持續反彈 或者內地有更好的消息題材的話 那都有機會可能上回去 兩萬六千點附近 但是如果你說美股再次波動的話 其實樓下兩萬五千點這隻大牛都有機會是 因此回收 所以既然這麼近這個叫連結的話 我想這個波動都會進一步加大 大家都要看著美股 剛才你提到美股的情況 就是平安夜那天就跌超過600點 之後去到美國假期 那個王貴零售市道創了六年 最好的數據出來之後 加上特朗普也唱好美股 呼籲投資者趁著跌市就很低及立立 看到道指暴力反彈超過1000點 有些分析就覺得美股有這個報復式反彈 其實不是一個好的笑頭 有些分析就認為是雄市來臨的一個節奏 你自己又怎樣看呢 基本上美國來說 我想現時都是一個政治事的困局 一直困擾著 在中美貿易戰的情況下 其實令到美國方面 大家都擔憂著經濟增長的問題 也有很多次對聯儲局主席的鮑威爾 一些不正面的說法 使得市場方面也一定會有憂慮 因為始終你說對聯儲局的干預 如果是加大的話 其實對市場方面的信心也會因此降低 這一點我想只要是 當政府不再發聲了 其實可能才會使得這件事件慢慢降溫 但如果在這邊降溫的時候 中美的科技戰在慢慢升溫的時候 大家都不願意投入股市 反映了美股方面 接下來會不會播入紅市 其實機會的確是慢慢升溫當中 因為始終在美股經歷了這麼長的一個牛市 若果在經濟開始轉彎 或者前景都是不明朗的情況 大家都願意支撤回錢 而美股過去10月的確內計都跌了 是相當多的 所以我想現時駁美股的一個反彈 總算是有這樣的機會 但當然那個走勢上 我覺得都是繼續反覆偏遠為主 特朗普一句話 已經可以令市有很大的波動 除了美股 我們也看看A股 A股那邊今天都是先升後跌 收市就跌15點 收到2483點 內地的數據 1月到11月份 全國規模或以上的工業企業利潤 有按年增長度超過1成1 看到內地經濟增長 其實看到是有些放緩 你看是否 接下來內地的經濟情況 增長繼續要放緩 以及A股會否也難有些氣息 A股其實走勢上 真是令大家比較失望 當然了 你今天連2,500都穿著的話 大家都看著上一次 自己的舊市2449的位置 現時他們的位置都是相當之近的 大家等待會不會有新一輪的舊市措施 但是你見內地經濟的數據 大家都有心地準備慢慢轉差 因為始終你說工業生產 或者企業利潤 其實大家都不敢原意大量投放 因為始終貿易戰是一個不明兩位因素 令到工業生產 我想都會有一個宜礙在這裏 接下來我相信都要等待 就是中美方面的一個關係 是匯亂了 這些數據可能才會慢慢攀升上來 因此這段期間的確是難捱一些 要看內地方面 會不會真的應對到股市 或者經濟下滑的一些應對方式 因此如果還沒看到一些有效的方式的話 其實內地股市可能都繼續偏遠為主 要等待就是之前來講 就算中經會也沒有一個很好的消息 令到市場有一定的刺激 所以現階段我想就試到上一次的 舊市位置的機會都是慢慢升 一直提高當中的 我們看完這個大市 不如看看個別的股份板塊 見到有傳白宮就說 最快會在1月 或者會發行一個行政的禁令 就是禁止一些美國公司 就是購買華為和中興的設備 見到消息一出 一些相關的股份都即時下跌 中興通訊收市要跌超過3% 收補14.6 手機設備股稅升 亦都是先升後回 收市要跌0.7% 不過見到一隻順魚 上到70元之後升幅收窄 佔到收市就靠穩 見到是升0.7% 至於一些5G概念股 中國鐵塔7800 見到收市都要跌超過3% 今日曾經是創過新高 先說一下美國禁止一些企業出售 就是華為和一些中興設備 你看一旦如果是成真的話 其實中興或者一些相關的手機設備股 其實是不是那個影響都很大 其實手機設備股或者中興為例 其實已經是率先反映了 但手機設備股我覺得會更加被動 因為其實沒有中方的背景之外 其實都要看看不同的生產商的需求到底大不大 但其實你看到蘋果方面 手機都沒有一個很大的設備 或者在規格上的提升 所以令到手機設備 就算你做都是做一些舊的 現在來說個別 可能去到四鏡頭 但其實都不能夠滿足大家之前的一個高的期望 所以那些人就這麼多指望 其實二、三、八、二已經算是這樣的了 因為其實它最主要是華為或者是三星做客戶 其實相對貿易戰來說 那個影響度沒有這麼大 但是如果你說在美國方面 繼續填製著這個中興或者華為的話 其實對那些方面 一些叫科技或者通訊設備的企業 其實都構成一定的阻力 但是當然你現時內地都應對著的 因為它一直自力在中興會都說 接下來都要加快五支 如果你說美國一直是牽制著的話 唯有自己做五支 擴大自己的版圖先 我想現時來說都是政治角力的層面底下 下調的力量 其實沒有支持來說這麼負面 但是如果你說炒上 當然要等消息出現才行 另外看一下中國鐵塔 因為中信見頭首次給中國鐵塔一個爭持的評級 就認為鐵塔是全球通訊鐵塔的龍頭 在國內就處於絕對領先的地位 預料未來的暫時共享率可以提升 今天股價亦都再創新高 上到1.57元 不過之後就回落了 你看主要都是受到 剛才說的華為的消息影響到 還是5G的概念股 其實都已經炒得七七八八呢 其實5G概念股份 其實它炒得最次的了 其實你見到今天早上來說 就算我們看看近期 好像昨晚24日那天 其實14日的RSI接近是80 今天早上其實是80多了 其實衝高回落的話 我覺得有一定的獲利空間 接下來會存在著 因為之前其實你講的都差不多是過一人錢 差不多一元這些位置炒上來 差不多升了五成上去的了 大家獲利空間這麼厚的話 其實可能短線大家都會一定的日子沽收壓力 我覺得這些位置都還是比較偏高 尤其是你在上市之後 你過一都任你買的話 這些位置真的大家已經開始沽 我反而覺得去到過半 這位置基本上到了短期目標位 如果你說想買 我覺得留待過三附近 你才再考慮都不遲 始終5G 明年來還有大把時間炒 所以我覺得 讓它拋售多一段時間 到時才來低級會更加安全 但你看5G對於中國鐵塔來說 是不是那個利好作用真的很大呢 還有股價是不是 你剛才說到過三這個位置 才算是一個合理的水平 其實合不合理 我想就要看看那個5G 因為其實5G 大家第一時間想起 就是通訊設備的股份 而中國鐵塔當然是由三間公司 一起拔出來的一間企業 其實你對5G的一個鋪設 其實當然它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而且都是要靠它的 但是始終你之前累計升了不少的話 我反而覺得這個題材性 我覺得會維持 只是希望大家可以找到一個 更便宜的一個上車位置 因為始終今天來說 其實這個圖形上比較差的 雖然有一個大陰竹插下來的話 其實也是近這次炒上來之後 也是第一次出現這麼大的陰竹插下來的話 其實成交量當然 幸好不是說太大 因為今天整體市場的成交量都不多 但是如果你說以拋售起出來的話 其實它的獲利空間這麼大 可以留待一些更便宜的位置買 大家的水位才會更加之多 我們看完一些5G概念款和手機設備股 不如看看三百六中石化 因為路透那邊引述知情人士說 在公司出現虧損後 中石化已經將旗下貿易事業 聯合石化的兩名高管停職 主要的原因就是工作原因來停職 他說中石化 股價5後立即跳水 由升轉跌 跌幅曾經近5% 收市也要跌超過4% 收報是5.7% 至於另外兩種油股 也看到先升後回 中石油要跌0.2% 而中海油的升幅都收窄了很多 收市是靠穩升0.5% 俄羅斯和油組決定下個月開始減產 油價扭轉了三年的年跌 昨晚由近年半的低位 急彈大約8% 令到今早油股表現不錯 不過中石化一有這樣的消息 就跌了不少 新郎還說公司是負責為中石化對沖風險 去到要停職 有可能涉及到巨額交易的虧損 其實你看你怕不怕這件事 可能令到公司都虧損很多 現時當然要等待中石化進一步 公佈到底這件事到底虧損多少 但既然出現地震的話 大家都是不明安定數 會繼續困擾的話 大家都會先避 因為始終油價近期是難跟的 因為始終你看到油組國和俄羅斯雖然說減產 但俄羅斯上一個月才叫油產量先來高位 其實大家不是太敢相信油組國和俄羅斯 願意這麼容易妥協去減產 所以我覺得油價來說 其實會比較上是難跟的 雖然現在是取暖油 一個叫使用的高峰期 但都不能夠支撐油價 做得比較好 所以如果你說很多小小的反彈的話 可能都有機會油價上到48這些位置 但是再想要在大家公佈出來的數字 是不是這麼協力一起去減產 令到油價有一個承托 如果你說以三隻油股來計算 當然石386有壞消息困擾的話 其實可能都要先行避一避 但是如果你說跟油價炒 那都是唯有跟一隻883 因為始終上游的業務真的是主要的 其實油價的波動對它比較大影響 但是既然油價大家都難捉的話 我覺得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看看油價是不是真的可以 在45元這個位置開始捉底才再考慮 嗯 好啊 另外我們看到也有觀眾 其實都一直在討論油 其實現在近來油價這麼波動之下 你看其實接下來油價的走勢 是不是持續 可能下年來講 都仍然要是 走勢都比較波動一點點 其實油價長時間都是 在油祖國 俄羅斯 或者美國來做干預 現在美國就一直風口 都是要吹淡油價的 但當然油祖國和俄羅斯 都不是太想令油價急採 因為直接影響了他們的收入 我想現時都是繼續在角力當中 但是既然你有個角力 但是在油 就是泵油或者我們叫油產量裡面 反而大家都是希望多些油出來 賣得更加多的錢 所以大家都不是太過同心協力的情況 有這樣的困局在那裡的話 我想現時都會跟著消息主導著 油價接下來的波動性其實都會比較大 可以跌7%再反跌8% 其實都少見 所以我想現時油價 你預計較大的波動位 40-48元這些水平點 好 這時候讓我們看看觀眾問題 看觀眾問題之前 我們都有一個投票活動 看到有觀眾Cody說 恆指要跌到2019年下半年 然後我們有三個選擇給大家 看看大家有怎樣看 這位觀眾的留言 有三個選擇 一個就是贊成 覺得恆指也有排未跌完 另外就是要看貿易戰談得如何 第三個就是紅衣 應該很快就會完 大家就可以參與這個投票 在一會節目完結前 我們一起公佈投票結果 這個時間我們又看看其他觀眾的問題 看到有幾位觀眾都想問 企鵝仔700的騰訊 有觀眾就問 明天企鵝 升還是跌的機會會比較大 這個很難猜 另外有觀眾就想問 700現價可以少轉買人媽 看到今天700的股價上到316元之後 都回落了 收市跌0.3% 收補309.6% Jason你又怎樣看700呢 首先申報700股仍會持有時持有 如果說騰訊 其實近期的位置就跌近300-320 這些位置波動 其實現時來說 剛剛接近中間位 明天升跌基本上5波 但是說真的要看美國方面 今晚那個走勢如何 如果美股今晚 我沒有預算它是大升 你當它是武器跌的話 騰訊明天都可以有一個好一點反彈 因為始終你說 在上個星期已經講到 接下來遊戲方面 其實那個審批都見到有少許的曙光 其實你騰訊沒有之前來說這麼悲觀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 你估當它今晚不動的 其實明天騰訊反彈的機會都大 但是其實反彈的幅度 都真的未必有太多 因為始終入市以後 大家都比較低 所以我覺得 短期來說 當然短線位置就38-382 但是如果你說在假期之前 可能都是明天極量反彈 到可能315、316附近 可能都有一個明顯的一個拋售力量 因為始終這個遊戲雖然說有曙光而已 但是你始終市的消息 都是肉主導處的大市的影響的話 我想你都預計它 暫時我都覺得反彈的機會還是明顯多一點 短期的話就可以留待300元邊 其實我想30多 其實已經踏入了302、303 這位置我都可以考慮上車 另外也有觀眾 阿May和Jenny想問一些汽車股 有觀眾主要問175點看 阿May Jenny想看看整個汽車股的板塊 接下來的情況又會是怎樣 今天看到這隻吉利汽車 都繼續要跌超過3% 收報13.36 接下來的汽車的前景 會不會你看到 會不會有轉機還是可能都是一般的 其實內地方面正在開放市場 當然你都是應對貿易戰的安排 現時汽車進行關稅 會不會下跌 所以其實令到內地方面的汽車的一個生產商 其實都飽受著一定的壓力 因為始終外來的挑戰者多了 買車的人是這麼多的 所以其實你現時有很多車股 暫時都捱打 要等待貿易戰方面 其實當然我覺得捆綁式的一個政策來的 如果貿易戰傾不上來 其實你開放市場的力度未必會這麼大 到其實貿易戰越差 其實對於車股可能更好 現時大家都仍在觀望當中 如果你說見吉利 其實你暫時大家都在等一些消售數據 如果你說現時大家排面上看起來 就是內地開放市場的話 對內地汽車股都有一定的困擾 我想普遍車股暫時都要捱一捱沽了 現在那個弱勢要等到真的升穿那個重要的一個平均線 接近一百天線可能才會轉強 現時若果每一次反彈到一百天線 其實見到吉利 兩次都是打下去的 所以若果你說短線駁過反彈 其實去到15元附近的阻力都很明顯 要等待一些消息出現才行 所以沒有貨的 只適宜這些位置就少了 因為上一次低位都十三個二附近 其實現時都接近近期的低位 只適宜是少了就是撲一個技術性反彈 但是萬一再穿 就是在10月份的低位 可能12.8這些位置就要再做減遲 另外有觀眾都想問就是2318 很多觀眾就說 為什麼平保越跌越低 其實數一數都連跌了差不多8天 觀眾就想問一下 接下來跌的原因是什麼 以及未來的情況又會是怎樣的 是的 跌的原因真是很明顯 就是通過了一個回購計劃 但是未見回購動作 大家都在等 為什麼你通過了你都未回購呢 會不會是這些價還未夠低呢 所以觸發了這幾天 價錢還是比較大的拋售 若果你說沒有貨的 適宜等待出現了回購行動 尤其是跟隨著平保一起賣 現階段我老實說很多保險股 這兩天都是跟隨著內地股市 繼續反覆偏遠 因為始終作為中資金融股 若果你說大家的投資收益都受內地股市影響的 所以大地跌跌不憂 而平保都通過了回購計劃 但是未回購 大家都有一定的擔心 所以沒有貨的 可以等和平保一起買貨 它出現了回購第一槍之後 大家才開始留意它都不遲 現時大家在等著 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動作出現回購 另外有觀眾Janny想問借3993 他想問現在在這些水平有可不可以購買 今天跌0.6% 收報2.93% 這些內容木業資源股 大家可不可以撐回呢 其實是可以撐的 但你見過價格 之前在一中平均線的匯載位 其實打下去 接近在三個一附近的 打下去之後 我想現時要等一個更便宜位置 當然了 內容木業 大家都看著那個污的需求 其實維持一個比較高的一個需求 只是見國際的污價 其實都未見有很大起色 還有大家都不是那麼放膽去炒這類型的一些 因為始終它在江國 大家恐慌就是那個政策 尤其是對外政策有一個改變 如果你說想賣 我覺得你既然這幾天 都是有幾支陰燭一路慢慢打下去的話 你可以撐回接近上次的低位 2.6%附近你才再次留意 因為落到2.6%附近 我覺得那個吸引力會進一步提升 尤其是這兩天 老實講市升上去它又不跟的 跌入它的份的話 我覺得有機會再便宜一點才考慮再上車的 另外有觀眾Paul想問 2888渣大 他也是想問現價現在可不可以買入 現價的話我覺得這些位置可以先等待 當然你本港方面 美國剛剛10月加完息 但是本港沒有加息的 而匯控頂到 但是匯控頂到因為它的息率比較高 股息率其實有6厘以上的 渣打其實暫時 大家都不會有一個高息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可以等待一些更便宜的位置 才考慮都不遲 因為現時日本港不加息的話 其實你上一次10月沒有加息 但是存款利息同步上升的話 其實息花拉闊的時間也都要推遲了 這次也沒有加息 其實加息隨時要等到明年初 才有機會進行加息的步伐的話 其實我想銀行股都要再次等待才再考慮上車 另外有觀眾Angela Poo 想問一下1548能否進入 其實看到金絲稅股價一浪低於日浪 今天又跌超過7% 現在這些情況受著政策影響之下 其實大家是否比開會好些 其實現時內地的一些藥股 其實都面對著比較頭痛的一個問題 就是減弱價 政府主導要你減弱價 但是當然你說1548其實未受減弱價的影響 因為其實很多都是一些大量生產的藥種 才有一個大跌扣的情況 現時你見金絲稅本身 其實你說炒過業績 其實大家都未必會炒得欲 因為其實你說之前100倍 現時你就算跌了那麼多都是八十多倍 其實本身買這隻股份都不是貪它便宜的 只是你說是前景大家會不會值得投意信心一票 我想現時大家在等待金絲稅或者藥股 會不會有些好的消息 或者它有些叫更加多的臨床試驗 或者一些藥品可以推出市面 這些消息可能才有一定衝起 現時如果沒有的話 我想這些藥股以金絲稅可能都會繼續反覆偏遠 其實位置上是很便宜的 只是未有消息之前 他們都會每次市場又升少少 但是跌就跌多多 這情況下我也覺得藥股都是要等待 尤其是它的業績 其實都未曾說令到大家是很注目 或者很有吸引性的話 我覺得可以稍作就先等待 好 最後跟大家看回我們的投票 剛才抽了其中一位觀眾的留言 就是Cody 她說恆子要跌到2019年下半年 問一下其他觀眾怎樣看 有五成七的觀眾都覺得應該要看貿易戰談得怎樣 另外有三成七就說贊成覺得有排跌未跌完 有百分之七的觀眾比較少選紅衣應該很快就會完 我相信Jason你是不是覺得看貿易戰怎樣 因為現在都暫時說優戰到三月份 的確是 但貿易戰完了隨時又變了科技戰 其實美國方面暫時都跌跌不休 一直咬著不放的話 要等待就是最少貿易戰真的能夠緩和了 市會一下衝起的 看看到時衝不衝得回到兩萬八樓上 我想現階段當然你說市看著貿易戰 你連特朗普現時都開始頭痛的了 我想看美股這樣急挫底下 貿易戰或者特朗普的言論會不會收一收臉 令到貿易戰容易一些談 這一點我想大家就有關注 但是美股的一個大幅波動 我想接下來都會遲了一個時間 但是你看恆子 即是下年的情況會是怎樣呢 是不是都會繼續向下那一段 暫時而且是容易跌一些的 要等消息出來 其實我們在11月1日曾經爆發過一次 就是通電話 大家積壓了很久的一些貿易款 突然間湧現 其實爆發過一次 12月初都試過一次 但是只有三天貨 因為三天之後就出現華為事件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貿易戰只要肯鬆綁 市是大家願意入場的 所以我想真的要看貿易戰的情況如何 但是當然你說明年 是真的看著貿易戰的情況 會不會真是回暖 其實波動的位置可以比較大 下面可以試到23,500附近 試到100個月平均線 而上面如果鬆綁 你說貿易戰真的大家握手言和 沒有事發生的話 真的可以上回到29,000樓上 但是當然我想就比較調指 接近28,000就會是大家的中足位置上去的目標 我們今天先跟Jason談到這裏 想問Jason有沒有遲遲剛才說過的股票 遲了700騰訊 其他都沒有 我們今天麻煩Jason 最後跟大家看看歐洲股市表現 看到現在歐洲股市三大指數是個別發展 德國股市和英國股市是偏遠的 而法國股市是靠穩的 今天節目時間到這裏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